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当地时间5月31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巴林 就粮食安全问题 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交换了意见 扎耶尼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 结束俄乌冲突 当天 拉夫罗夫在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 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 应由西方国家和乌克兰来解决 如果乌克兰清除其领海内的水雷 俄罗斯海军可以确保乌克兰谷物运输船 顺利进入地中海并抵达终点 同时 拉夫罗夫还批评西方国家 通过反俄制裁人为制造了很多问题 封锁物流和金融链影响粮食安全 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表示 巴林国防强调 应以符合俄乌两国利益 保障欧洲大陆安全与稳定 以及国际安全与和平为基础 来解决俄乌冲突 他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 结束俄乌冲突 另据路透社5月31号 援引海湾国家官员的话报道 拉夫罗夫将于6月1号访问沙特 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外长举行会晤 此外 据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伍什奥卢透露 拉夫罗夫定于6月8号到访土耳其 届时 双方将磋商为乌克兰谷物出口 开放海上安全通道事宜 接着洗凌 接着洗凌 接着洗凌